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的抛售迅速从分散金融 地费领域锁定的总价值中抹去了20亿美元 但中国对地费的需求似乎正在增长 9月2日 在中国颇受欢迎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 地费的每日搜索量飙升 至近90万的历史新高 几乎是之前50万记录的两倍 9月7日 中国记者吴克林报道 由于希望将资金循环用于地费协议的客户大量撤出资金 许多当地交易所都遇到了流动性问题 无发布的图表表明 许多购买了最近以太 ETH价格下跌的中国交易员已经迅速采取行动 将其资产转移到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进行收益性耕种 他报告说 作为回应 许多交易所都暂停了提款服务 加剧了紧张关系 并未流行的提款运动的出现让路 无推测 疯狂的 地费硬币在中国交易所中的盛行是一种防御措施 旨在防止资本向分散交易所转移 中国加密货 币记者茉莉 茉莉在推特上增加了当地人兴趣激增的证据 9月2日货币上称 DF终于开始与当地投资者接洽 或者一直在集中资金建立农业基金并补充说 许多人正在计划他们自己的项目 DF post的数据显示 微信搜索的记录峰值与最近锁定在DF领域的资产总值的历史最高点相吻合 从9月2日的95亿美元降至9月6日的约75亿美元 同期在微信上搜索 DF的搜索量也下降到45万 DF部门拥有81亿美元 Uniswipe是排名第一的协议 价值15.7亿美元 其次是AVE价值13.7亿美元 以及MakerDoll价值12.9亿美元 专家称 独家采矿可能对区块链行业产生负面影响 一个新的采矿概念在区块链领域正面临批评 区块链研究实验室的E.S.Frell博士 和汉堡大学的Lenner Antti博士最近警告说 从事独家采矿的区块链节点 没有动力将新交易转发给他们的同行 他们推测 加密矿工可能会被激励对交易保密 希望是唯一能够赚取相关交易费的人 独家挖矿是交易发起方与单个矿工或矿池之间的一种共谋 它使用私人渠道来确认交易 而不是在公共区块链上进行广播 只有在将它们记录在一个快中之后 公共区块链才使用户意识到这种交易 作者声称 由于交易成本代表了矿工的正常收入 因此通过与矿工勾结 可将大量增加的交易成本用于洗钱 研究人员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是 犯罪分子可能将较小的区块链网络 视为更适合于通过独家采矿进行洗钱或逃税的工具 Strell博士和Anti博士指出了从事独家采矿的另外两种可能的动机 减少交易成本的波动性 以及将未经确认的交易隐隐藏在网络中 以防止超前交易 6月 Countelegraph报道了许多神秘交易 这些交易困扰了更广泛的社区 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洗钱的例子 或者是心怀不满的交易所员工的报复 价格下跌30%时以太金的数量增加 至少68G以太房金鱼的行为与大多数持有者不同 在9月初价格下跌37%期间 至少有68G以太房金鱼加入了该网络 潜在的增加了数百万的持有量 根据加密货币推特用户Oli Martinez的说法 分析网站Sentiment的数据显示 自8月31日以来的三天内 持有10000至1万个以太币 ETH投资者数量 价值约为35万-350万美元 在下降的同时 代币从8月31日的367美元 下跌30.2%至9月5日的月度低点326美元 从6月开始不断增长的低费市场推动了对ETH的需求 天然气价格上涨 9月1日达到约485个2的高位 每日交易量也在增加 然而 平均气费现在是以下加上向苏式项目价格的下降 只是98GWEI切入88%在短短5天 按时值计算以太币仍然是第二大加密货币资产 Tether USBT在9月1日获得超过30亿美元的收益后 跌至141亿美元 在制作视频时 以太币的交易价格为354美元 最近24小时内上涨了4% Zegle在获得英国电子货币许可证后 启动点对点支付 Zegle现在提供了一种完全受管制的方式 可将比特币以太币 莱特币和比特币现金免费转移给其他用户 英国金融科技公司Zegle于9月7日宣布推出其针对法定货币 和加密货币的点对点P2P付款服务 这是继上周获得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的电子货币机构许可证和第五 更写前指令5MLD许可证之后的右翼热点 Zegle于6月推出 其愿景是提供对任何货币的简单安全的访问权限 该平台正在进行持续开发 并且计划在将来提供更多功能 CoinTelegraph向Zegl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Mark Caperson 谈到了获得完全许可 P2P付款和未来计划的问题 他描述了许可过程兼具且耗时 但对于在该空间中建立受人尊敬的地位至关重要 5MLD监管机构特别需要说服力 但Zegle目前不允许将加密货币传入和传出生态系统这一事实 让他们感到更加自在 从而避免了不知道其来源的问题 相反 可以在应用程序内购买加密货币 另与其他用户进行P2P转移 Heperson解释说这是为了使事情变得简单 尽管我们拥有的5MLD许可证是我们能够作备许可的交易所 可以做的所有相同的事情 而且第三方加密转移肯定会在未来的路线图上 目前Zegle支持比特币VTC 来特币LTC 比特币现金VCH和以太币VTH 并于9月添加了XRPXRP 然后根据客户要求每两周大约增加一枚硬币 该平台集成了多个交易所 当客户想要购买加密货币时 他将始终以最优惠的价格进行搜索 例如如果这恰好是Crayton的美元价格 那么Zegle会将客户的英镑转换为美元 并立即进行购买 与第三方之间的法定付款已经可用 正如QuantleRef在1月首次宣布 Zegle时所报道的那样 承诺在销售点提供多法定货币支持和借记卡 已将加密货币转换为法定货币 再次以最佳市场汇率 借记卡已经过测试计划于9月下旬推出 用户的多币种支持将于10月推出 尽管购买加密货币时已经进行了币种转换 最重要的是 Zegle持有的加密货币已获得最高5万磅的充分保险 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为我们提供5万英镑的加密保险政策的公司之一 这是非常独特的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 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我发布的新视频 你的关注和支持是我持续更新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